记者向城镇台北报道 2002年安心班吕老师陈其轩在后峰大桥坠桥命案 王岐正、洪世伟被已共同杀人 分别判15年、12年6月定验 但被告否认杀人且自始都没认罪 吕刺生请再审 监委调查后只为冤狱 2012年公布调查报告 要求司法机关重审本案 最高法院中午审结本案的再审抗告案 认为当初执政被告犯案的证人前后证词不一 已动摇有罪确定判决 因此首度自卫裁定准宇再审 并要求王洪立即出狱 2002年12月7日凌晨一点多 陈姓女子在后峰大桥坠桥身亡 洪世伟当时打电话报警 王岐正抱着女友 指陈女尸体痛哭 但陈女家属质疑王岐正涉嫌杀人 93年9月检方被王岐正开车在王的朋友洪世伟都做出不起诉处分 但原告律师前台中地院法官朱元洪找证人王清云做逐自告陈述后 2005年检方将两人起诉台中地院高院将王岐正一杀人罪判15年 洪世伟12年半2009年三省定院同年检察总长黄世明提非常上诉 最高法院驳驾驵画 最高法院经自卫裁定准宇再审 要求台中高分院重新审理 并要求监狱释放王洪两人